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换成孩子的队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线上又有另外一位朋友提出了一道问题 她是Rebecca 她就说我的儿子今年15岁 她不喜欢上学 厌学 脾气非常坏 而且粗口成章 然后连妈妈呢 就是连她呢都会骂 都会破口大骂 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沟通 她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她说话了 所以她想请问我们的专家 怎么可以帮助她 我要先问问舒青 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孩子 我儿子没有这样 但是我能够想象 如果我是在她的处境的话 我反而会选择让她冷静 就是你不要当下去问她为什么你这样 例如说她可能回来的时候 她的脸是黑的 你知道说她今天可能在学校发生了某些事情 她一进了房间就把门给关了 然后身为父母的话你会很急躁 敲门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请问我不要说话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会选择让她去安静下来 因为我儿子现在已经16岁了 他经历了13 14 15 16 然后经验告诉我 其实不能急 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 他就跟我们大人一样 他是有一个情绪波动的 你要让那个情绪平复了 当他安静了 当然我们需要磨练自己的耐心 然后才慢慢地去解开这个解 其实我是一个朋友的孩子 就是他跟他孩子的关系 其实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有点可悲 因为他是年纪比我大的 所以他孩子相对的也是比较大 只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是很多 大部分的 我个人觉得都是那个环境 他从小就没有人可能引导他说 你这样子表达你自己 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言语 不对的 不好的 对就是在家长自己本身 小时候就没有去阻止 或者没有去教导的话 他慢慢就一直好像一个 snowball这样 我那个朋友他女生 他甚至他的儿子还会欺负他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已经好像就是 反正都大了就算了放弃了 就算了 原始 您会怎么建议 其实已经有一点严重了 如果他常常发生的话 就像俊阳刚才说的 他已经不是当下的问题 他其实可能已经延伸到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和孩子的行为 都是急需修正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一两句 不能把它完全说清楚 我听到这个场景 我觉得是说 可能是需要找一个专业人士 来做一些咨询 当然青春期会是一个 比较挑战的时期 对 所以父母就是要转换自己的这个角色 让自己成为孩子的 刚才讲的成为孩子的队友 就是理解孩子 他现在处于动荡的状态 他需要拓展他的疆域 同时也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 设置那个边界 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一定要设置清楚 因为孩子也需要这个 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们从我们的专家身上呢 何子是学了四招 其实是 我觉得呢 是天天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招数 见招拆招 就希望从我们这个 我要更聪明节目当中呢 从专家团里面呢 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意见啦 还有招数呢 让你可以跟孩子呢 可以沟通的更好 最重要的就是 在爱的环境下 培养他们 陪伴他们继续的成长 这样就可以达到 我们一家人 非常和谐的成长 达到家庭的目标了 是的呢 当然在之前的节目里头呢 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 也介绍了怎么 提高我们的孩子们的 认知能力啊 还有记忆力 专注力 创造力 逻辑思维 自我认知 还有人际交往一些的 那这些内容呢 非常的丰富 在这里呢 我们的网上呢 其实网民的反馈也很大 都说呢 都收获很多 那在这里呢 要谢谢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 两位专家团 我们的李莲 还有言辞 谢谢你们 还有其他的专家们 那当然啦 在线上的家长朋友们 要是大家觉得 走饱了 如果之前呢 有一些急速呢 没有看到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 在我们的 Mplay Asia Facebook Live 或者是下载 我们的 Mplay Asia的App 在App上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要更聪明 Brain Talk了 是的 那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两位小朋友 哎 录影那么久了 这几期下来 学习到什么呢 我学习到 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可是最深刻的是那个水的topic 大脑 大脑的 其实那个 我回家后 我有跟弟弟分享 然后我们两个有讨论 有没有增加喝水的水量呢 是不是会变更聪明 对不对 记忆力也会变好 然后IQ也变高 对不对 那我们的前一呢 我学了 小鸟不会放屁 对 这个知识点 一直都铭记在心里 不同的好的生活习惯 都很棒 两位小朋友呢 都学习到很多 那当然其实 这一路下来 看了节目 不是爸爸的我 都觉得 以前可能在看爸爸妈妈 教我的时候 或者是 别的爸爸妈妈妈 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说 可能以前有一些 有一些手法 或者是大家的处理方式 是不一样的 增进不少我的知识 对 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 我们的所有的专家朋友们 那我觉得学习的 很多的就是 如果我能早点主持 这类型的节目 可能我的养育手法会不同 那可能呢 我会作为一个 更加好的母亲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整个节目呢 就是一个育儿宝典 不管你的孩子 是什么年龄层 你都一定会 获益肥浅的 俊阳 你上我们的 这四期的 这个直播节目 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能上这个节目 我真的很感恩 因为我一当家长 那一刹那 其实我发现 我真的缺乏很多 怎么教导 或者是培育一个 小孩的那些知识 其实我回过去看 我小朋友在长大那过程 一岁 两岁 三岁 四岁 如果我有第二胎的话 我也许应该会 把它教得更好 不只是五岁之前 五岁之后 因为我知道会面对 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要怎么去应付它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 增加了很多那个知识 谢谢 很好 获益良多 对 获益良多 看着我们一路走来 你也是起成长 你有什么感受呢 录了这么多梯的节目 其实刚才小朋友谈到 他会跟周围的同学 会跟自己弟弟妹妹 去分享我们的一些节目内容 包括俊阳说到 自己也会慢慢地累积到一些 如果说再有多孩子 甚至多几个孩子 心里会更有底气了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 特别大的意义所在了 你看别的工作 他做的时候 都需要培训上岗 可是只有当爸爸妈妈 什么培训 什么学习都没有 所以我们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 我们就在一起 一起学习 自己也成长 同时也更好地 陪伴着孩子慢慢一起成长 然后不光用爱 也用我们学到的 积累下来的智慧 让他能够更好地 开启自己的人生 耶 很好 谢谢莉莲 谢谢大家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线上的爸爸妈妈 或者在看节目的我们呢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的话 给你自己 对 一个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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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里会是要再次的谢谢 所有参与我要更聪明的专家团 艺人们 爸爸妈妈们 还有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然后谢谢现场的ZUKI 还有两位朋友 还要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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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